只要家人在的地方就是家 这是高雄美农的原住民餐厅老板娘 她的亲身体悟 当年巴巴风灾 桃园山上的藤枝部落严重走山 她和先生经营的民宿和餐厅滑落山坡 付出一辈子的心血一夕之间没了 她曾经痛彻心扉 甚至伤心绝望 一心一意想要回到山上重建家园 但十多年过去了 部落还是没有办法回去生活 不过在美农重启炉灶 等待回乡的努力过程当中 她也发现了 一家人的彼此扶持和关怀时刻都在 家并不仅限于有形体的屋子 只要懂得珍惜 任何平凡有爱的地方 都能够无入而不自得 再一个三热村 两人餐加四人餐 有一个加一条鱼加烤肉小的梅豆巴 石斑鱼 好 到石斑鱼 来 老太过鸡汤 一般的餐厅没有办法去吃到这种味道 它融合原住民跟孩子的口味 杯底超甜的 还有一条鱼已经拿走了 只要走进这绿荫服输的庭园食堂里 美农小镇的云韵就不只是印象中 那道地客家菜的油润咸香 不必适合郊外踏青的明媚周末 即便是平凡的周间上班日 阿湘 陈和湘的厨房外 宽阔座位区 到了用餐时刻 一样准时地被仕途的 寻味人潮填满 人气沸腾不输市区名店 在客家庄不做客家菜 陈和湘拿手的 是从小最能让他开胃庆皮 熟悉的原味气息 也有一点柠檬的味道 然后又有一点胡椒味 很特别 你有拍吗 有拍一直跳舞的样子 你觉得他在跳舞 对啊 他在唱歌 唱八部合音 三层肉腌制入味 在热力鼓舞下 风鱼梅子炸裂欢腾 隐约带着天然的清新芳香 阿湘用了自己布农族 最知名的八部合音来做比拟 可想而知 那烤肉香韵入侯之后 可比鱼鹰绕梁三日不绝 这道马告烤肉 熟客不必看菜单 就知道不可错过 陈和湘的美味 还曾经入选观光局的 白雪美传 最近几年 米其林推荐锦上添花 更让阿湘的名声更香 如果没有过猫 也可以用山苏 也可以用龙虚菜 我们会看季节 在网路上有人说 做得很精致 当然很开心 非常开心 桂鸟汆烫 撒上肉松 美乃滋 再铺上满满的当季水果 豪华版的野菜沙拉 丰盛心意 就如同阿湘的热情 一样满意 这是多层次的口感 米其林的来吃 因为他们就是秘密客 他们可能是因为 我的梅子鸡比较特别 我比较 我是放梅子 对不对 除了放梅子之外 我还有放凤梨跟苹果 自制梅子酱的酵素 让鸡肉的肉质更软嫩 也增添酸甘滋味 食材是天生天养的 乌都青梅 来自桃园 纳玛夏山区 也是陈和乡的布农故乡 熟悉的气味 化作锅里的芳美鲜香 稍微削减浓重的香愁 只要闻到这些故乡气息 阿湘就仿佛回到了 天清气老的山里 其实这都不容易火 我这三棵还不知道 就是老天给我的 因为它在山上 所以它就是吸收 那些天然的空气 天然的味道 所以它的那种 就是比较野味一点 很香 特别的香 原住民用的最多的香料植物 应该非打纳刺葱莫属 嫩叶有强烈香气 百浪汉明里有葱汁 气味却更像柑橘精油 带着花香 阿湘说就像是喷香水一样 任何东西 只要加上了打纳下去烹煮 就算是有了原住民风味 后院厨房旁边 它特地从山上移植了 三棵刺葱幼苗 十年下来 也成了急摘急用的摇钱树 我们要变换 因为我们开餐厅 我们要的客人都会讲说 阿湘你的菜色都没有再变 那我想了我挤过头了 鸭屁股清除脂肪腺体 再塞进刺葱在内的辛香料 油炸到古铜金黄 锁住内里汤汁 再用大量青葱 蔬果焖煮两小时 要变身超受欢迎的香锅鸭 特别的香 跟阿湘一样 个性开朗 笑声爽撒 跟阿湘聊个几句 很容易被他的正向乐观感染 来到山下之前 阿湘和先生原本在故乡 藤枝部落 种有机蔬菜 兼开民宿 藤枝国家森林游乐区 林木茂盛 凉爽宜人 生态丰富 是夏日避暑 享受森林浴的热门景区 真的很漂亮 橙汁真的很漂亮 我一直都很怀念 那时阿湘的民宿总是客满 也因为住客有吃饭的需求 他干脆开餐厅 发挥遗传自妈妈的厨艺 好口碑也飘船山下 许多旅行团的行程里 一定要到阿湘这吃一餐 城河湘的爽朗笑声 也因此回荡在山林之间 一笑姐牵头 没错 礼物几开就锁 哥哥说 阿湘万一 我们这边如果有人失踪或什么 都不用广播了 你去用喊的就好了 在桃园山上安居乐业 对城河湘来说 世外桃园不在塌方 就在自己生活的地方 但爸爸风在奈晚 溪水高空山脚 藤之部落走山下滑 世外桃园一夕变色 让阿湘的笑声沉寂了好久 还想哭 因为你看到你的民宿 你的餐厅 都已经不在了 那你就 就会觉得说非常难过 因为你很用心的经营 一下子都没有了 我妈妈跟我讲说 你看别人 你看那么多人都在那边死 尸体都一直捞起来挖出来 然后我妈妈就说 没什么好难过 我们大家都很平安 可是那时候 我还很大声地 跟我爸爸妈妈讲说 我觉得他们死了就算了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家没了 但还好人还在 风灾过后 一家人撤退到美农 阿湘的想法 是暂时在山下做生意 一边存重建费用 一边等部落重新开放 就要搬迁回到山上 所以一开始 连永久屋都不愿去登记 我们一天有时候 一月二百多块 怎么给他们薪水 如果他们来 那个时候不撑我 我可以吗 我不行 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家人 就是相信会很好 一定会有客人 因为我们相信姐姐 姐姐很厉害 大嫂和弟媳 天天从六龟骑车半小时 到美农 当阿湘的厨房帮手 有家人力挺 挺过前半年的创业 围艰时刻 阿湘在美农飘香 在锅产里 在忙碌中 找回生活的重心 人生重回平静 大灾过后 更体会到平淡平安 是最珍贵的幸福 就是我们不浓语 就是忘后的意思 就是说 希望你活得很好 还没有爸爸风灾之前 我们讲这个 都觉得说 好像是觉得没有感觉 部落没有了 那看到朋友 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 然后就会一直说 这样子 然后大家都哭 就是说 感谢老天让我们过得很好 所以我开这个店 我就坚持要帮这个 乌尼囊 乌尼囊 希望大家活得很好 阿湘能做的 就是端粗好吃的 店里的蔬菜 都是不嫌麻烦 从桃园山上的部落 小农娜买来的 希望让客人 不只是原味 也吃得健康 我了解我们的部落 你会不会放肥料 你会不会放什么 我都很清楚 我老公他是 肾脏病患者 如果今天 我们没有坚持 吃健康的东西 其实我老公 可能就会不灾 最传统的猎人便当 Ginaz 变身寿司造型 阿湘的餐盘魔法 常常让食客惊喜 不只外形讨喜 内在也有职人匠心 这个肉里面有樱花虾 也有红葱头 我们一直哪有樱花虾 我们最主要是因为要 孤合都市人 把创意包进传统里 当然也有不能变的 Ginaz 最重要的甲酸浆叶 有独特香气 也能防止胀气 少了这一味 就只能算是 原住民版的粽子 这个对胃很好 这个很固味 所以你们的胃都很好 应该 看身材就知道胃很好 巴巴风灾 十五年过去了 最初心心念念 想要搬回去的藤枝部落 依旧处于脆弱地质状态 无法重见重返 阿湘历经盼望 失望甚至绝望 走过生命低谷 最终在家人的陪伴里发现 温暖和爱一直都在身边 只要心爱的人在的地方 就是家 曾经失落的笑容不现 又重回脸上 我的家人都在这边 大家都一起 我觉得是最开心的一件事 如同他的香锅鸭 丰盛配料理 融入了豆皮在地滋味 阿湘说 在美农生活超过十年 已经有家的感觉 不再执着于 非得要搬回藤枝部落 但根不能忘 他计划要号召部落族人 每年回山上看一看 让下一代知道 即便在外面散叶开枝 他们的起源再藤枝 马虾里就是我很好 那你觉得你现在 可以长天之后 可以啊 真的 马虾里 马虾里 我很好 那是历经伤痛之后的平静 尝过匮乏之后的风营 懂得珍惜就足够美好 阿湘的韧性强劲 如同后院的三颗刺葱 换了环境依旧挺拔向阳 散发着浓郁的野性原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